這我今天要換什麼樣顏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 最後做完之後 那綠島機場這邊 黑色的不好看對不對 如果你希望把它變成 藍色的 藍色的好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一塊 去變成藍色的話 那特別注意你選的時候一定要選對位置 因為他是夜首 所以請你選的時候選那個 選夜首 那怎麼選夜首 特別現在是選什麼選整夜的不對 所以你優標記得 把它放上來之後 然後他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 如果你選外面這個框他會選整個 如果你選底下這邊有一個底下的框 他就只會選到什麼 選到黑的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選正確 其實主要可以從什麼 從這一行來看到 有沒有Data Road是不是黑的黑的就夜夜首的意思 如果你有選到的話 那表示是OK的 那你效果可以 比如說今天希望上面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 藍色的話就是 黑藍銀灰黃 對不對 藍 OK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及時一下 看一下那個綠島 有沒有綠島機場 這個時候就變成藍色 如果你今天希望底下 底下變成 黃色的底好了 有點像漸層的效果的話 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 請各位選取 選取綠島機場的 整個配局 整個配局去選什麼 Data Simming 就是布景主題 把它改成 黃色的好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及時看一下 然後 綠島機場 有沒有看到 黃色 藍色的 上面 對不對 那 配局選取的話 你會發現就漸層了 那如果你選別的顏色就有別的顏色的效果 但是 就五個顏色嘛 我講過不會有第六個顏色 目前暫時就類似這樣 那其他 綠島機場這個可以換顏色 可以啊 你可以換成藍色 可以全部都換藍色 可以啊 你就 去設定他的什麼 Data Simming 這個標籤 就可以改變了 甚至上面這個icon可不可以換顏色 可以啊 你也可以把Data Simming改一下 好 那全部改完之後 我想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save一下 save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是 把這個App 把它傳到 Phone Gap 上面 試試看好了 那我講過就說 如果你Phone Gap 只能傳一個 但是如果你希望 刪掉之後 不要每次3 然後你又要搬家 搬到別的地方 固定一個地方放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我想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相關的 布景主題啦 或者這效果先做出來 等一下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明明 明明 明